祝点赞投币的宝贝 逢考必过迅速脱单 我在这里站了半天 终于拍到 这个眼睛王室开口了 然后上面这一条 已经咬住了一条这个猪叶青 并且一直在把它往外扯 另外一条的话 应该也是要准备开口了 看一下吧 拍一拍这个精彩的画面 眼镜王蛇进食的画面 一般是很难拍到的 这个镜头比较珍贵 所以说能拍到就尽量 给大家都拍一下 另外一条会不会去吃呢 为什么它们不咬脑袋呢 蛇一般喜欢从猎物的头部开始吞 因为这样子的话吞起来比较顺 如果说从蛇的中间开始的话 它要你看它要挪嘴巴挪很久很久 才能够找得到那个猎物的头 说明这条蛇的智商并不是很高 但是相对而言的话 所有的蛇类当中眼镜王蛇和蟒蛇的毒性 应该算是YP 眼镜王蛇和蟒蛇的智商 应该是最高的了 刚刚口误了 毒性的话 这个已经找到头了 但是这个地方好模糊啊 又不能打开这个 不能打开这个 轻轻地打开一点点好了 打开一点点 看一下 好 可远一点啊 这个是我在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拍的 你们任何人都不可以模仿啊 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眼镜王蛇正在吃竹叶青啊 真真真真 货真价实的竹叶青啊 福建竹叶青 看一下这个三角形的大脑袋 这就是上一个视频里面那个 我朋友他为了学那个去毒手术 然后 牺牲品啊 所以说给蛇去毒线 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 需要非常丰富的经验 非常好的技术 因为蛇的毒线在蛇的头部里面 然后伴随的神经元的联系是非常多的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蛇的残疾 或者直接暴毙啊 另外一条眼镜王蛇现在正在四处打亮 丝毫没有受到我的印象 你继续吃啊 你继续吃 他就是受到惊吓了 被另外一条蛇吓到了 然后他把那个蛇吞了一半的又吐出来了 然后打扰他 他会继续往里面吃 他会继续吞 诶 这条蛇怎么回事啊 这条蛇怎么回事 他就是想要来抢别人的吗 你怎么喜欢抢别人的 你那么多条白在那里 你为什么不去吃 你要来抢 你是不是有毛病 你是不是有毛病 我感觉他就是有毛病 好 他开始继续吃了 他开始继续吃了 还好他没有被影响到 哇塞 今天拍到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珍贵 而且我是猫这非常大的危险拍的 可不可以麻烦大家双击支持一下 谢谢 你看 这个真的是竹叶青 脑袋这么大 另外一条可能会晚一点才吃 看到毒牙没有 还没看到毒牙 那个红颜色的那个 诶 那个毒牙露出来一点小小的尖尖 对 好了那个我是你们的大海老师 如果喜欢爬虫小动物的 记得双击这个视频 然后点上关注 下个视频更精彩 我就先不打扰他们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留言 投币收藏转发 下集电视频 三公里 三公里 这部电影 我全没研究 下集见 感谢观看